8月12号 京津地际区迎来2020年陆逊以来最强降水 受此影响 北京多条公交停驶近500架次航班取消 市民晚高峰出行受阻 据气象北京消息 此次降雨的强降雨时段集中在午后至夜间 十次拾取 一波降雨过后 北京多处路段出现小面积积水 为加快排水 北京排水集团工作人员贸雨清理排水口处的树叶 垃圾等杂物 在越过庄桥附近 工作人员还预先铺设了水龙带 抽排桥区可能出现的积水 现在能看到的这个出水井是和桥区的雨水壁子是连接的 桥区的水能进到这个位置 然后通过咱们的这个大单元的设备强力抽成水泵 从这个井这边通过水龙带进入其他大的这个正常的排水方高 这样就能保证桥区没有积水 在北京公交调度应急指挥中心 工作人员倾听屏幕 实时监控公交运营情况 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天北京公交集团调配250部机动车辆服务早晚高峰 同时为确保运输安全 多条山区线路采取停时措施 对这种重点地区的一些线路会采取一些延长这个早晚高峰时间的这么一个措施 确保错峰出行的这个市民的一个出行 同时呢 针对此次强降雨我们也是在这个105条线路 就这种山区的线路 早高峰前果断采取停时措施的同时呢 在中午应对这个强降雨我们也是采取了这个停时啊 绕行啊 强降雨也导致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 据非常准数据显示 12日 大兴机场累计执行航班281架次 取消185架次 首都机场累计执行航班599架次 取消302架次 北京晚高峰也因此受到影响 十九时许 记者在六里桥地铁站看到 不少乘客滞留地铁口 地铁工作人员为没有携带雨具的乘客送上免费的雨衣 在地铁长阳站为避免鞋子进水 有乘客还用塑料袋做成简易雨鞋 据北京排水集团消息 12日晚 排水集团防循保障范围内 西四环中路南沙窝桥 岸宁庄西路 西客栈东西隧道等14处 由于雨水强度较大 积水超过30公分以上 道路交通暂时中断 经过紧急处置 13日凌晨30许 14处积水点就已全部排除